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第一件不簡單 因為是田皇 我們知道 您當初買這個 價格應該不便宜 這個 八九年前買的 八九年前要多少 八九年前二十萬日幣 大概六萬塊錢台幣 大概六萬塊錢台幣 他告訴你這是哪裡 壽山田皇嗎 對 田皇這個東西 是一個非常稀有的 而且可以講說是 在華人歷史裡面 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的 就是 表示他是稀有 不是大家都能得到的 因為在田皇 可能也就是在福建 福建這個地方 有出田皇的 大概也沒有多少地方 那自古以來 可能也都踩得差不多了 那田皇是做圖章的 不二人選 是 但是田皇很多 假的田皇更多 對 之前我們節目有碰過 特別小心 是 我們替觀眾朋友 在鑑定的時候 有些朋友說 秦老闆你看 這有蘿蔔絲紋 對啊 對啊 我說你見過蘿蔔沒有 蘿蔔絲紋是什麼樣子的 也有真假 是 而且田皇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很稀有的石頭 是不錯 但是大家收藏的時候要小心 為什麼 因為假貨衝刺 好吧 好 那這個還是博藝 對 對不對 田皇博藝 什麼叫博藝啊 就是浮雕 上面有浮雕 山水浮雕 是因為它硬度比較低 其實就是葉蠟絲 跟收藏絲是一樣的 但是因為田皇做圖章 它第一 它能夠入刀 就入刀就是在雕刻刀 刮下去的那一刻 它就很瘦刀 所以它會雕得很漂亮 難怪 很適合當章 刀的勁就可以使出來 如果太硬也不好 太軟也不好 所以剛剛好 好 那這個六萬元的田皇 我們也來評估一下 到底有沒有買到這個價錢 您自己有疑惑過嗎 覺得六萬元可以買到田皇 壽山田皇 您是存疑的還是 我當然還是有點存疑 但是我覺得它所有的跡象都有 而且雕刻的是一個名家 名家雕刻的 而且還是日本的古董店購入的 對 覺得到底是真是假 我們今天來幫您分享一下 來 請估價 一千元 好 他買六萬台幣耶 交學費啊 交學費 這學費很貴 田皇喔 田皇是最容易混淆的一種 一種石頭 但辨別 一般人辨別很難吧 很難 所以這裡就有教學 好 來 您看 它的下面 它是上了一層 上了一層色料 如果是天然的田皇 它是均勻的 有點半透明 它不會是這個問題 好 這真的是交學費了 怎麼擱著不看它 我們看下一個五件 好 來 這個很漂亮 像菊花瓣一樣的椰子 您從哪裡找到這個寶貝的 這件也是在日本買的 也是在日本買的 有那麼一些些日本的味道 但是遠看真的很美 您自己看還是朋友幫你戴的 我自己看的 你自己看到的 然後呢 因為你喜歡書畫 對 它要是擺在畫裡一定很漂亮 擺在那也是看起來 就讓你覺得心靈能夠沉積下來的那種感覺 自己看覺得它的氣型也好 還有它老化的現象 開花的那個半 你買多少錢 這個在當初在日本買 大概折台幣10萬塊 折台幣10萬元 那它有沒有告訴你 這麼貴是因為它是老東西 老東西 對 它是老東西 它有沒有告訴你大概的 但是有沒有倒帶這個我不知道 對 它有沒有告訴你大概的朝代 很重帶 非常漂亮的一支碗 很漂亮 你看裡面的紋理 這個是一個菊花的碗 應該也是個歷史碗 菊花的碗 而且呢 這是類似宋觀瑤 對 沒錯 宋觀瑤 然後呢 開片很漂亮 是 開片很漂亮 那如果是真的 是 那這個就是大概是千萬 蛤 千萬 為什麼 因為保存得太好了 保存得太好了 那 看這個樣子 應該也是長家收藏的 是長家割愛嗎 當初您買的時候 賣我那個人 他是一個偶機商 但是他本身是不是長家 我不知道 他本身是 是 只是覺得他很美 有沒有捨不得的感覺 我們看開片 我們就可以發現 這確實是一個珍藏品 這個不是現代的作品 是 但是它值多少錢呢 不知道 來 大家很緊張耶 我可以感覺到 他剛剛講如果是真的 可能值千萬 入走價也不便宜 二十萬元 可以耶 有賺 這個有賺 我那個 我可以斷定 這就是 這是明代法 明法 宋官窯 我為什麼這樣講 我給你一個證據 好不好 好 來 對啊 要怎麼看出來 它是什麼朝代去仿宋 這今天大家好好來學學 大家要知道 官窯 乳窯 君窯 的燒法是枝丁燒 不是霞燒 也不是副燒 支釘燒 什麼叫支釘燒啊 就是說 它是用釘子撐起來的 撐起來的時候 這裡有個釘角 釘角照說的話 是漏胎的 不會有這個白色的釉 因為釘角是掛在上面嘛 所以你掛久了 那個釉就被它掛走了 所以它這個應該是漏胎的 這應該是漏胎 但是它沒有漏胎 它反而有很多的結晶 表示這個是後仿的 後仿的 是 好 來 但是這個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這是長家 最少要長一百年以上了 繼續放 繼續增值好不好 好 我知道 你看這個呢 就不簡單了 因為大家可能很難想像到 這個的來歷 它居然是海裡打撈出來的 是 真的假的 對 這間是出水的 來 你在哪裡買到 可以買到海裡撈出來的東西 這間在東南亞 東南亞哪一個國家 印尼 在印尼買的 那要去賣你的人怎麼說 我是直接跟漁民買的 跟漁民啊 對 它其實撈上來有五件 所以它等於說你剛好去海邊 沒有 我是因為有生意的往來 有生意的需求去 所以到了東南亞 到了印尼 然後直接跟漁民買的 然後他說 這個漁民說 他們在撈漁的時候 跟著漁獲一起上岸 不是 他們是潛水員 潛水員 對 所以它是海底發現的 對 那這保存的好不好 我讓請老闆看一下 這不知道 我們必先必也正其名 這個碗應該怎麼稱呼它 每個人都有名字嘛 對不對 不能說 不行 所以我們把這個名字先說一下 這叫做 這個 蓮花蟬枝青花碗 青花碗 蓮花蟬枝青花碗 蟬枝就是大家 就是花 這個樹葉很多的意思 還有很多蓮花 這種碗的背面 我們看它 這個就有什麼 很多花瓣 這有線索 永樂年製 永樂年製 它代表什麼 它代表是貿易詞 對 貿易詞 什麼叫貿易詞啊 就是 從名以來 因為 原青花在全世界受到大歡迎 所以說不管是龍泉窑也好啦 或是什麼其他的窑場 全部都做青花 然後做青花呢 一定會著名是 永樂年製 為什麼呢 因為 老外不懂 老外只懂永樂這兩個字 因為正和下西洋 所以 南洋第一代的人都知道 大明有個永樂 你講別的什麼 什麼大明這個 宣德 他說他不大曉得 是 他是永樂 大家就知道 所以做貿易詞 做了三百年 還是永樂年間 對 這個是沒辦法 因為你要賣東西嘛 對不對 比如說你賣汽車 你一定是 那個什麼 馬啊 或拿個牛啦 對 是 這個是比較好賣嘛 對 所以這一個是 貿易詞 會不會是 永樂年間的 青花呢 我先問一下你買多少 這個剛剛跟那個一名買 三千美金 三千美金啊 九萬台幣 九萬台幣的一個青花 你對那個漁民當時那樣的說法 聽起來您是接受的喔 這個價格 我接受 因為我跟他有往來啊 跟他有往來 有生意的往來 所以相信他說的應該是真的 好 所以這個如果真的就是 老東西的話 價格一定不止九萬台幣囉 來 我們評估一下 請 請估價 十二萬元 恭喜 這個確實是貿易詞 是 但是我想 這個就是在福建沿海 做的貿易 是 所以它不會追溯到明代 應該就是青代的這個貿易詞 是 保管得非常好 保管得非常好 對 很完整 非常有這種貿易詞的那個味道 現在要做這種青花很難 所以青花很難 所以很恭喜 你收藏一個很好的東西 很漂亮 也恭喜 謝謝 劉先生 楊